巷弄裡身穿藍黃衣服的阿伯 手拿雨傘朝著鏡頭方向走來 只見阿伯不斷敲打著雨傘 還坐視出要攻擊的樣子 而長進的女子正是資深藝人何子華 不是啦 她給我頭拿東西 現在還要拿東西給我打 8號下午時分 資深藝人何子華選在開刀前 特地到宜蘭 擊敗供奉醫工與醫婆的寺廟 買了餅乾 飲料等共品 祈求隔天開刀能一切平安 沒想到擊敗到一半 轉頭一看 買來的共品竟然被陌生阿伯拿個精光 附近民眾表示 通拿共品的阿伯是附近的居民 心切早就不是第一次 偷拿阿伯當場抓包阿伯惱成怒 民宿專家說偷拿神明共品 小心遭到懲罰 運勢受到影響 最後阿伯陳述歸還共品 結束這場祭敗小插曲 三天新聞黃國瑞蔡宥賢宜蘭採訪報導